高S7在今年初跟JYP合約到期 決定成員不續約後 現在都專注在個人活動上 各自都簽了非常不錯的公司 還被韓國網友稱讚 是離職最成功的榜樣 其中成員王嘉爾回到中國後 參加了許多節目的錄製 然而目前粉絲卻因為他參與的其中一檔節目 拜託了冰箱節目組的不當策劃 感到相當不滿 原來是節目中的遊戲環節 需要一個人當馬背令一個人騎 身為主持人的王嘉爾看了之後便自願當馬 還要不回來了 沒事沒事 玩嘛 玩嘛 在哪 在哪 為什麼 原是為了有趣而做的遊戲環節 但看在粉絲眼裡可就笑不出來了 戶主心切的粉絲們 尖屁太不尊重人 所以說王嘉爾自願當馬是因為他聲勢 但這遊戲根本是節目組設計失當 紛紛要求節目組道歉 類似的媛 居然是第二次 小哎呀 我們會有信任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會有信任的 我們會有信任的